官山民房中队中队长林金化和分队长黄俊发 和官商分局的分局长蔡耀顺等人 特别前往慰问受伤以及独居的民房队员 庄民贤 钟永新和董奶奶 表达对于队员以及弱势团体的关怀之意 让受到关心的队员家属是倍感温馨 警民同心 官山镇民房中队中队长林金化及分队长黄一发 与官山分局分局长蔡耀顺等人 前往辖区探访慰问伤病及独居的民房队员的家属 让队员的家属感到相当窩心 民房伙伴平时除了协助警察执行社会治安局交通安全维护之外 他们也不忘关怀弱势 特别在今天由民房的林中队长黄分队长 在本分局蔡分局长的陪同之下 这个前往伤病的民房队员及建属 还有就是我们的独居老人 那么以表达对我们民房同仁及弱势团体的关怀之意 透过实际行动来关心这些伤病及独居的民房队的家属 除了让人感受到警民一条心的精神之外 更让民房队员无后顾之忧 可以致力协助警方执行维护治安、交通安全及民众服务等工作 记者陈继玲观察正报导